這一期課程說真的 時間真的蠻短的 OK 總共才14、30個小時 那要講得很深入 每次都想要講 但是真的就頂多就是點到了 但是不能再下去了 因為沒時間 像我今天就很想講那個 就是我們上次講的這個 就是我們雲端百版的06、09這個吧 有沒有 可以爬那個什麼 爬那個圖檔的 比如說第一個是爬這個施政榮先生的那個圖有沒有 那其實怎麼存檔 跟各位講 你要爬這個非常簡單 主要就是兩行乘4 加上三行乘4 那三行乘4就是我們存檔的這三行 那你說這三行很面熟耶 對沒錯 其實這三行哪裡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存圖檔的話 其實只要把後面的W 改成WB就可以了 那這個B的話 其實就是Binary Binary就是二進位的檔案格式 因為圖檔是二進位的格式 所以你就存成WB 這樣就OK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告訴大家說那個圖檔的屬性 有沒有 圖檔的Content 那這個Content的話 實際上就是這張圖的內容在哪裡 內容的話就那張圖啦 所以你就把那張圖寫到JPG裡面 那這一個圖檔就被你存檔了 OK 所以如果你要存檔 存圖檔應該算簡單吧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要這一張圖對不對 所以你們也可以練習看看 這個 然後你可以找到它的圖檔位置 那怎麼知道圖檔位置啦 其實就是我們找到這個 這個應該是什麼 這個網站嘛 你按右鍵 它裡面應該有那個內容 你可以找到圖檔 那可是如果將來呢 你那個圖檔位置不知道的話 你實際上是可以查那個網頁裡面有IMG的標籤對不對 那個標籤後面有個屬性叫SRC 我們剛剛有練習SRC SRC後面就會跟你講說 這個圖檔的檔名跟副檔名了 所以如果你有檔名跟副檔名的話 那你在串接前面的網址 就知道這個圖檔是放在哪裡 你就可以把它抓下來了 OK 所以喔 以這個概念 其實就可以底下就延伸啦 所以如果要抓我剛剛講的 這個網頁裡面的所有圖檔的話 那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OK 所以呢 底下我們如果要把 第一頁的資料給抓下來的話 一樣去抓到它的特徵 DIV跟它的class 然後並且把它裡面的什麼 裡面的圖檔 5O的後面呢 其實主要是抓那個IMG啦 IMG的標籤其實就是圖檔 有沒有 圖檔的標籤就是IMG 那只要把它的IMG裡面的SRC 找到之後的話 那我就有它的圖檔的 圖檔的檔名跟副檔名 那再結合前面的超連結 串在一起 我就知道它放哪裡 那我只知道放哪裡之後 我就把它存檔下來 這樣我就抓到了 所以 其實理論上如果假設你們要run的話 如果假設要抓這個網頁 OK 裡面的所有圖檔 不過這邊可能要多做一件事 因為我是在這邊呢 把它放在一個目錄裡面叫IMGES 所以你們如果要run這個程式之前 可能要先手動先加一個目錄 那個目錄的名稱叫IMGES 所以我假設到 如果你們要run 你們可以試試看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上面這個網頁的所有圖檔存下來的話 那我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所以你們可能要自己手動 那未來其實你是可以自己在根目錄底下 去加那個 用程式去加這個目錄 但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你要在根目錄底下 先新增一個目錄叫IMGES 有沒有 這個一定要先加 那加完之後的話 你再去run這個程式喔 理論上應該就全部抓下來 OK 其實程式不多啦 就長這樣 大概11行吧 所以我把它run一下 等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應該是沒有 我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 執行完之後呢 理論上 看一下 他這邊在跑 有沒有看到 一個一個的 有沒有 圖檔就自動幫你把它下下來了 12張圖 我把它檢視一下 檢視這邊 把它圖放大一下 大圖式 有沒有 圖就下來了 OK 沒有很困難吧 至於喔 如果你要每一張每一張 底下還有程式嘛 另外還有如何新增那個目錄啦 然後如何做一些其他的動作 底下都有 那因為時間可能不太夠 所以我大概原則上跟各位說一下 記得喔 這邊有一個可能要自己新增的喔 就是這個IMGES的資料夾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資料夾的新增的話 它會發生BUG OK 那至於要在哪邊 記得喔 在你存檔的那個專案的那個目錄底下 OK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把它全部抓下來 那這個是延伸的一個題目啦 本來想要細部的講 但是因為沒有太多時間 所以我這邊大概口頭就是直接這樣敘述一下 那所以如果有時間的話 請各位自己再稍微練習一下喔 那這個就是延伸的一個這個這個 爬取那個圖檔的喔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來看一下兩個新聞網站喔 一個是這個Yahoo啦 那Yahoo的話呢 這個地方其實你可以看到喔 在焦點新聞這邊有六個新聞 如果我假設啦 我希望只抓這六個新聞應該怎麼辦 不過你會發現喔 它看起來好像六個 但是切過來運動又三 又六個 所以這邊總共有六個頁面耶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首先第一個怎麼抓 好一先找到焦點的這個啦 全台最高零人類什麼 按右鍵好了 檢查一下 反正這個新聞按右鍵檢查 那你可以看到呢 當然第一個喔 這個超連結 這個超連結背後呢 它是放在一個叫什麼 叫Span的一個這個名稱 不過如果你假設要抓Span這個名稱的話 理論上這個網頁太多了 所以你可以往上一層 它的上一層是什麼 上一層是A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抓A 那裡面有沒有ID或Class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這個標籤 A對不對 它裡面有沒有Class 有耶有沒有Class 那這個Class名稱很長一串 有沒有 所以我們來試看喔 就是把這個A後面的這個Class點兩下 然後把它複製一下 為什麼複製呢 我前面講過 我習慣喔 按Ctrl F 然後把這個名稱貼上來 那你可以看到貼上之後 確定一下它的數量對不對 也就在這個網頁的原始碼裡面 把這個Class名稱貼上之後 它得到的這個位置喔 是目前的第一個 那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36個 欸 36個 感覺好像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吧 這36個應該是什麼 這邊是第一 這邊有6個嘛 OK 那這個應該也是有6個 所以總共有6個頁面 所以6乘6剛好是什麼 66等於剛好就是36個 所以如果要抓前六個的話 那我只要交點新聞 我只要跑0.6就可以了嘛 0.6就可以了 跑到第五個 然後就可以幫我把那個標籤給抓 所以喔 透過這個方式喔 第一個啦 我先把它的這個Yahoo新聞的網站 直接把它複製 然後貼到我的這個程式裡面 所以第一個喔 我們來看一下 Yahoo的部分的話 第一個喔 我們就是先把那個網址 上面的四行都一樣 所以把這個網址貼上之後 然後一樣做解析啦 所以上面的四行 基本上都固定的 然後呢 我希望找到裡面所有的那個什麼 剛剛的那36個資料 這個的標題好了 所以第一個喔 我用那個什麼 sp.5o 然後呢 跟他講說 你幫我找超連結 後面的話 把剛剛那一串 複製貼過來 就這一串 剛剛這一串 所以你可以交點 全台最高0的人類 按右鍵檢查一下 然後把這個的上一層 這個A後面的class點兩下 然後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 這個phiO後面先抓A 然後再抓他後面的class名稱 然後尾巴的部分的話呢 把它刮補起來 好 這樣就OK了 不過它這個很長一串 那你會發現這個class 其實它 會這麼長一串 其實中間都有空白 這個空白其實是別名啦 所以它這個class其實有很多名稱 先不管啦 反正就先貼就對了 也等於是空白前面是一個名稱 後面又是一個名稱 所以它其實 這個超連擊裡面 具備有非常多的class名稱 組合起來就是36個就對了 OK 然後呢 我們知道有36個 所以我就跑個回圈 for i in range 0.36個 或者是用這個抓它的長度 然後把它裡面的標題部分先print出來看一下 OK 把它print了 OK Auto of range 我先抓前六個看看 不要抓那麼多 有了 有沒有 全台最高人類 然後 最下面這個是什麼 最下面是什麼 甲鋤 是不是甲 不對 他好像又更新了 重新整理一下 對 泡麵 抓到了 我看一下 怎麼跟那個上面有點不太一樣 倒數第二個是拜登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對 但後面不對 他好像有個時間差 有 至少是我們前面有把他抓下來 其他的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然後呢 當然如果你要全部抓下來的話 你可以把這邊改成36 那如果你要把前焦點新聞 除了名稱之外 還有超連結 超連結很簡單 就把這個後面 再加上.get HREF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 除了標題之外 又可以把他的超連結 一起把他抓下來 Out of Range 然後再加上去 不過Yahoo這個網站 其實他還滿敏感的 那會有個問題 如果你爬資料對不對 如果假設同時有太多人 應該有同... 同時太多人存取他的網站 同IP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封鎖 因為之前常常這樣 奇怪 剛剛可以 現在不行了 而且大家都不行 那具有可能是因為 我們太多人同時存取 他會認為這個可能是一個 非法的行為 OK 看一下應該... 那有時候等一下下又好了 有了 有沒有 又OK了 對 所以你看喔 焦點新聞OK了 所以這個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Yahoo新聞 應該比較簡單一些些 ET today就比較難了 為什麼ET today 如果假設我要找ET today的熱門新聞好了 像這邊好了 什麼板橋林家最後什麼... 給單身看 按右鍵檢查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A 他一樣是有A 一樣有HREF 可是他沒有class 像這個如果沒有class怎麼辦 我講過喔 如果沒有class 你可以先抓他的上一層 先抓這個DIV有沒有 然後再去抓裡面的A就好了 OK 所以喔 第一個請各位試試看 先抓那個Yahoo新聞的那個... 焦點新聞六個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試試看喔 抓一下那個什麼 ET today的 這個裡面的什麼 這個假設我要抓熱門新聞的話 那應該怎麼辦 它跟那個... Yahoo新聞最大的不一樣喔 就是上面它沒有class 所以喔 如果你遇到那個沒有class的狀況 有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抓上面那一層 上面那一層 這個是H... 再上一層 這一層是... DIV是這一個 這個不對 再上一層 如果這一個的話 應該是只有抓到... 它這個... 新聞的... 左邊這邊這一塊 那如果你想要抓全部的話 可能還要再上一層 哪一層比較適合呢 這個是column E嘛 這個是... 這個好像兩個 所以如果你抓這個DIV 再加上這個class 你就可以怎麼樣 先抓... 這個DIV 然後你再把這個DIV裡面的A 全部取得 那就絕對不會錯了 OK 試試看好了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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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beep 我會客氣 desceton